大城市漂泊的我不想租房 买了这台小房车 从此开始了一人一车幸福生活 它车长5米99 车宽2米6 车高2米9 外观小巧 采用福特T8的底盘 2.3T的排量 加8T的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动力强 一个停车位就随便停下 对于我这种熏手女司机而言 真的是也能够享受丝滑了 平时它就停在公司门口 通勤时间不到一分钟 避免了堵车等各种突发情况和麻烦 同时加水补电都是很方便的 别看它这么小巧 但是它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天气好的时候就在户外做饭 打开上方2米5寸3米的户外浆棚 下方再放上一套户外的桌椅 那户外露营感觉不就来了吗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超大的 外置厨房展台 尺寸可以达到1米4乘以60公分 满足5到6个人的使用 如果说您真的要在户外做饭 那它当做户外的餐桌 户外的操作台 这尺寸非常的大 天气不好的时候 咱们就来内置厨房 打开旁边的延长板 整个厨房的操作台面 可以达到1米5 搭配会客厅的桌子 整个厨房呢 可以形成一个L型的环绕式的厨房 炉具则是采用了变频节能的电磁炉 温度可控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变频节能 从而可以减少糊锅的问题 早上不想做饭 还可以在冰箱内拿取到上方的微波炉内 进行一个简单的加热 那既营养又丰富 而且的话呢 也是懒人必备神器 两张可以180度旋转的主副驾驶啊 与二排的两张汽车独立座椅 形成了私人对座的会客厅 中间的折叠升降茶桌 尺寸可以随意的去选择 最小可以变无 最大可以达到1米5成60公分哦 那这样既可以满足就餐 还可以品茶聊天等各种需求 在行车的途中觉得太闷了 没关系 可以打开侧推窗进行通风换气 还可以欣赏一下沿途风景 前方还有50寸的液晶网络电视 尺寸够大 看电影追剧真的是太棒了 整车为三室的布局 后方0.8成2米的固定床 就是主卧 利用卫生间的门板 进行横向的拓展 整张床的尺寸可以达到1米3成2米 可以满足两人休息哦 上方的儿章床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储物 其次是满足休息的需求 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 如果说你要放一些衣服啊 被乳啊都可以放进去 经过电动下降 再进行翻折 它展开之后的尺寸呢 可以达到80成以200公分 哪怕一个小朋友都是可以在上面睡觉的 第三张床位于车头前方隐藏车的设计 下降之后再通过抽拉得到一张1米3成2米的双人床 两人休息则是刚刚好 晚上盖的被子或枕头也不需要拿下来了 直接往里一推 它是隐藏在车头前方 再一键收回即可完美的进行隐藏 节省力气的同时呢 还节省空间哦 卫生间的内部空间比T型房车的空间还要增大了十几公分 后方啊洗澡啊或上厕所啊 空间会更大更舒适一点 包括再加个小朋友也可以啊 两人洗漱不成问题 内部的功能呢也是非常齐全的 一体成型的洗手台 包括两用的水龙头 反渗透的净水设备 储物空间 双向换气扇 包括这个全身镜也是给大家应有尽有的 下方是可以抽拉旋转侧滑的马桶 满足到大家后期的洗浴上厕所各种需求 同时门板上也准备了一个全身镜 日常的奢装打扮整理一下 仪容仪表都是很方便的 换洗的脏衣服就可以直接扔到车身尾部的洗衣机内进行清洗了 那当然这个洗衣机你用不着可以拆下来 拆下来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后门打开就可以看到整车最大的储物空间了 里面放下五六个行李箱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您看一下固定城有多大 下方的储物空间它就有多大 五千瓦的地变器 两百安时的锂定池 六百瓦的太能满 两百升的清水箱和七十五升的灰水箱 马桶自带的十八升的黑水箱 这款房车可以说是大水大电的配置 出行让您无忧 如果说您也想要get同款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你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